第一,这个是正确的,他来我家,问我们家要钱,知道吗?他来我家,问我们家要那个一万五这个钱,这个事情的话,本来就正常的,他来了,他来了以后,然后发现我跟我姐姐两个人,就因为我爸爸救了他的爸爸,然后辍学了,他觉得挺对不起我们的,所以他留了两万块钱,但是我爸爸不愿意去接受他的这个好意,然后就把这个两万块钱还给他了,而且我给他说了,这个一万五的钱,我会慢慢的凑齐去还给他, 因为我家为什么拿不出,因为我妈妈每每个月都要吃药,每个月都要吃几千块钱的药,我没有给大家说,这个是因为我不想再去提起我妈妈的事情,不想再去提起她的任何事情 你阿姨晚上好,所以就是你们就不要再去带这种节奏,其实这个这个事情都没有特别多的那个,而且你们说,你说你说这个直播他能挣什么钱,我这样一场直播下来,一场直播下来,其实没有你们说的, 你们想象的那么挣钱,知道吧,因为我在聚火的时候,我没有去选择去割韭菜去带货,知道吗,我没有去选择就是去马上就,因为如果说我当时活了,我马上开播,直播间里面起码不下于十万人,但是为什么呢,因为那个是我父亲的事情,我不想让我父亲的事情,让大家太多的去解读,而且你们觉得直播他真的挣钱吗, 直播你如果说,你不卖货,你而且你就是,也不希望大家就是在我直播间里面刷这个刷那个的,然后也根本就挣不了钱,没有胡文文你怎么有那么多粉丝,对呀,我也没有说什么呀,我也没有去攻击任何人呀,我也没有去攻击胡文文呀,对不对,我也没有去说过呀,我也没有说,我也没有说过什么,你们为什么会有一句说,没有胡文文就没有你怎么样子的, 可是我跟胡文文没有任何的,我跟胡文文没有任何的什么,你们说的就是不好的事情呀,对不对 我又没有跟胡文文吵架,又没有跟胡文文闹不愉快 然后就你们在这里,就是很多人就直接在这里带节奏而已,然后我现在是没有办法,我要好好的,我要上班,要有一个稳定的收入而已 为什么就那么难呢,我说任何话,做任何事情,大家都要来说我,所以我真的不想再去回应这些问题了,家人们 我希望大家不要带着任何的恶意,因为我跟胡文文又没有变成两面派的人,你们是就是说的好像就是要给胡文文打抱不平吗 没有什么,我跟胡文文没有什么就是闹不愉快呀 只是你们在自己在联想,知道吗家人们,你们自己在联想一些事情 然后就是有一些人他就是说的什么 那个胡文文没管我们家要钱这个事情你知道还是我知道呢,对不对 而且我也没有去把这个事情拍出来,让大家去就是让大家去说什么,对不对 然后我就是他到底有没有拿我那个钱,是我知道还是你知道呢 对不对,而且这个事情已经过去了,大家不要再去说这个事情了,好不好 感谢大家的关注 实话说你现在太能说了,我本来一直都很能说的呀 而且有一张嘴巴,实话实说,想说什么就说什么,对不对 就像直播间,很多人家人进到我直播间里面来,也是你们想说什么就说什么 然后你们说什么,我也是直接就回答你们什么 不遮不掩的,我也就是直来直去的,也不会说去套路任何东西 人家的账号火了,你用合适吗 大哥 你没必要这个样子呀 对不对 我没有说,就是怎么说呢 就是不是我去强行占人家的东西 那个账号是我新注册以他的名义给他发到网上的 然后他回家了,他回家了,他只是我那个事情火了而已 不是说他原本自己的账号,他本来就没有任何的账号,知道吧 然后他选择,选择把账号,他不也不拿走账号 是因为那个账号上面的人是我,然后很多人给他说,让他继续拍 我的生活,然后他没有办法,因为他的对象还在家里面 等着他去结婚呢,他为了凑财你到我家来的 你非要非要我直接说 出来吗,那个就是说 能不能好好一点,就是说 这个事情跟大家也没有 也跟大家也没有 任何的交集 就是关系呀,对不对 如果你喜欢看我,你就看 不喜欢看我,这个事情您在这里去 有任何的争议 任何的那个什么都 就是没有意义呀 对不对 就感觉好像这样子的话 你们这样子说的话 说的好像就是 感觉好像我就要跟 我跟胡文文就要闹掰了一样 真的,你们这样子真的不好,知道吧 我跟胡文文虽然说没有联系 但是我们两个也是 他也是我爸爸公有的儿子 对不对 给大家唱歌 翻篇了 对,今天晚上好 辛苦了,又在直播 对,晚上好 家人们,谢谢大家 我们现在有多少点赞 帮金姐点点赞好不好 对不起,我今天晚上又激动了 我只是说了我自己想说的话 而且就是把大家一直想问的问题 回答了大家,希望大家理解一下好不好 希望大家理解一下 支持金姐打个基石好不好 对,支持金姐打个支持 所以你们很多人就是在好奇 我为什么会有那么多好 就是因为这样子的 就因为是这样,这个样子的 我只是,我只是 嗯,就是 嗯,两年前 因为我认识富哥 富哥是在网上认识我的 就是富哥是在网上认识我的 就好一直都是我在用 我在弄 好一直都是在我这里 嗯 钱怎么还给他的 钱是我给他说的 哎,说两个不说了 这个,呵呵,不说了 过去了好不好,过去了 然后,嗯,就是 现在就是我 现在就是 愁的就是什么呢 就是我 嗯,富哥他不是有很久很久 都一直去 嗯,江苏了吗 他就回江苏了 哦,不对,他就回那个 你看我被你们担心了 真的是 呵,你们不要再提胡文文了 家人们好不好 胡文这个事情已经过去了 胡文这个事情已经过去了 然后富哥他不是一直都在成都吗 然后很久他很久都没有下来 我的妈妈就是过母亲节那一天 他就下来了 他下来以后 嗯,本来是开开心心的 还有大牛叔叔 就是一个神大牛 也是我们这边一个 嗯,就是怎么说呢 也是一个小网红吧 嗯,也在宣传着我们家乡 然后在采茶节的时候认识的 然后结果我妈妈说 我们我跟大牛是亲戚 嗯,所以我在 而且大牛他 我富哥是大牛的粉丝 然后我们在采茶节碰到了 碰到了以后 嗯,他就就是 我就认识了他 后来就是大牛他去成都 富哥也有帮助过他 所以我在富哥下到那个马边来 就是跟我妈妈过那个母亲节的时候 我就把我那个叔叔和他的那个表哥一起喊来 嗯,我们家就弄了一头小猪 我们这边习俗就是 呃,用小猪啊 或者是羊啊,或者是鸡啊 来招待他们 是这样的 然后那个鸡呢 是大牛叔叔他从他的家带来的两只鸡 然后我们拿来做烧烤吃 真的那天开心的很很开心 结果就吃饭 就吃到呃,中途的时候 大家都开开心心的 呃,我邻居突然就 邻居就突然就提了一嘴 呃,之前就是给我相过亲的那个事情 这个事情我没去知道吧 我邻居让我去相亲 我没去的 因为我呃,就是一直都有喜欢的人嘛 对不对 大家都知道是不是 家人们 你们知道我一直都喜欢的是谁吗 你们知道我一直喜欢的是谁吗 然后呃,他就 呃,所以我就一直都没有给 那个呃,傅哥说 因为我没有去相亲 我觉得这个事情已经过去了 我不想把这个相亲的这个事情告诉傅哥 然后傅哥他就不知道 突然那一天那个呃,叔叔 邻居叔叔他又来问我 为什么,为什么不去 呃,就是 为什么不去相亲 是不是有点卡 就有点卡顿 为什么提示我有点卡顿 卡不卡呀,家人们 直播为什么会提示我有点卡顿 因为你现在,所以特别讨厌你 啊 我家里面 好吧 那抱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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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我家这边就是 嗯,去 嗯,招待任何人的话 我们这边都是这样子来的 就包括我们直播间 任何人来到金智的家乡 就你们来到金智的家乡的话 我也会 嗯,就是 嗯,弄猪 宰羊 然后来招待大家 如果说你们觉得 我残忍什么样子的 那,那没办法的啊 家人们 没办法的 不能,不能飘 什么不能飘 嗯 对,直播了 然后 嗯,副哥他知道了吗 他就问我是真的要去贤轻吗 我本来是 我本来是不告诉副哥的 结果就当着副哥的面又问我 那就别吃肉了 没事没事 每个人的想法不一样嘛 然后 就是他就问我 我就刚刚当时我就特别尴尬 特别特别的尴尬 我就不知道该怎么说了 因为我把这个事情瞒着副哥 没有给他说 因为我没有去贤轻 嗯,我妈妈就把他喊到旁边 我不知道他是说了什么 下来副哥也没有给我说是说了什么 然后是那个视频 我看到了那个视频 视频就是我妈妈给副哥说了 让他 让副哥以后不要再来找我了 就是让副哥以后不要再来找我了 所以 现在然后第二天晚上 副哥他就回成都去了 是这样子的 然后我也我也问过我妈妈 我问了我妈妈 我说你到底什么原因 你这样子 我问他很多遍了 他都,我妈妈他都不愿意说 就说就 我妈妈就说他说让我不要跟副哥再来往 就我妈妈就不让我再跟副哥再来往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但是,但是就是很不应该知道吧 因为我妈妈是很 就是之前他是 以前他虽然不喜欢副哥 因为他觉得副哥是 就是家里条件又好 然后有钱人家又是大城市的 觉得可能对我的话不是真心的 所以我妈妈不太喜欢副哥 后面的话就是因为副哥 为我们家付出了很多 而且对我的话很真心 做了任何很多的事情 给我 就是 在我身上就花了很多心思 做了很多事情 所以我妈妈觉得副哥是一个非常靠谱的人 因为之前不了解副哥 了解以后我妈妈是真的非常喜欢副哥 但是又 就是按道理来说 我妈妈也不应该会这样子 所以我也搞不懂 我妈妈为什么要这样子来送 对啊 问问副哥 副哥可能知道原因 副哥也不知道 副哥他还问我呢 他说是不是自己做错了什么 就我看到视频以后 我就马上我就打电话问他嘛 我说 就是 我妈妈有没有跟你说 到底为什么原因 让你不要来找我 他说没有 他说就是让你不要来找就好了 然后说让他该工作工作 该回成都回成都 然后不要再 这个就是 就是来着你这些东西 因为前段时间他就很忙 就因为母亲节 所以他就下来了 然后可能我妈妈就 就反正就让他 就是不要来了 因为门不担忽 对 你意思是我妈妈嫌弃副哥 不会 副哥家里条件很好的 比我们家好 怎么说呢 你不说1000倍 1万倍吧 我觉得都不夸张 真的 说1000倍 1万倍都不夸张 他是真心爱你的妹妹 副哥家里人喜欢我不 副哥家里人现在已经就是没有特别去反对什么了 只是说他的姑妈总是还是说要给他相亲什么样的 就提就那种而已 但是如果说副哥就因为一直都不去 不去相亲 而且副哥一直都在发火 所以他家里人也不会拿他怎么样而已 一定要珍惜副哥 你妈妈觉得你配不上他 啊这样吗 我妈妈觉得我配不上副哥 不会吧 那应该也不会说 那我妈妈 你爸爸是怎么看待你副哥的来往呢 这个事情过去很久了 但这后面我爸爸是 就是也是非常的支持我 就是去选择自己喜欢的 因为我爸爸他的他的思想不像那个 你妈妈觉得你们以后一定会拧 以前有个叫啥的现在抓起来了 对我知道你说的是谁 他是因为卖了假的东西 知道吧 我知道你在隐晦的说 说什么东西 但是您只要做好自己 对不对 你只要不去做违法犯罪的事情的话 就好了 我拜托大家不要带红红的节奏 你不要故意在主播间里面带红的节奏 红红结婚了 他结婚了 而且我也不喜欢他 他也不喜欢我 我有喜欢的人 我喜欢的人也喜欢我 你的副歌是真心心喜欢你 就有一句话说的就是 宁悔一座庙 不悔一钻婚 是不是 希望大家也就是 也不要总是去道德捆绑任何人 然后让我去跟你喜欢的人在一起 对不对 因为你在现实生活中你不了解这个人 但是我了解 对选择自己喜欢的 对不对 大家都只支持的人 支持就是喜欢自己喜欢的 对不对 是不是 家人们 他妈妈死活不同意呢 没有 他妈妈现在没有 他妈妈以前就是刚刚开始的时候是不同意 后面也是同意 就是我跟副歌中间真的太多事了 我跟副歌中间就发生了太多太多事了 然后克服掉了 就是他 我爸爸妈妈 我的亲戚朋友 我的邻居 然后他的 他的爸爸妈妈 还有他的生活圈子 然后都已经克服了的 只是你们不知道 但是后面是因为因为我去他的家里面去过年 然后他的姑妈给他介绍 想要给他介绍一个跟他就是相匹配的人 就是能生意上能帮得上他的人 所以就一直想要跟他相亲而已 然后现在我妈妈 本来我妈妈很喜欢副歌的 真的 因为我妈妈也觉得 因为我妈妈以前是相亲结婚的嘛 然后可能他们就没有那种什么所谓的那个爱情啊什么的 我妈妈她是女孩子 就任何人她 就是我妈妈能看得出来一个男孩子是否对你是真心 她真的是很喜欢副歌的 然后就这母亲节的时候 她就突然就是 就 就是让副歌不要来找我了 我都不知道到底是为什么 所以我觉得真的太难了 家尔门 太难了 我在上班的地方 我在上班的地方 就是酒店的茶室 茶室这里 谢谢大家 没有点关注了点点关注好不好 我们一起班金智点点赞 现在三万多赞了 有时间的班金智点点赞 妈妈就是担心拖的太久了 应该也不是 因为我 就是今天我又跟他一起打电话打了很久 然后昨天晚上 也跟我妈妈也一起聊了很久 就是一直都在打电话聊聊这个事情 感觉上好像不是说的是 就是拖副歌拖的很久 因为感觉的出来 但是他又不跟我说 那到底为什么不让副歌来找我 我就问他 我说 我也问他 我说是不是因为他的家里人不喜欢我的原因 然后我妈妈说的是 那这个事情的话 只要你们两个人喜欢的话 都是 就是他的爸爸妈妈喜欢就行了 我妈妈是这样想的 那我说 那你为什么不让我来找吗 不让副歌来找我吗 那他又不说 他说 他说你 就是 如果说 能 就是能跟别人相亲 就跟别人去相亲吧 就这样 我喜欢 没有 我这是跟大家一样